黄鳝好吃却不好养 一个颠覆黄鳝养殖观念的发明 号称要让黄鳝住进公寓 这到底是发明人的吃人说梦 还是另辟蹊径的新方式 敬请收看外发明 住进公寓的黄鳝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丁熙 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 科学顾问是来自 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 华为老师 华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 华老师您抓过黄鳝吗 没有还真没抓过 抓黄鳝可费劲了 这黄鳝它是钻洞的 它这个洞我们一般都说是 手动在扇 而且这个洞你要根据洞口的大小 根据洞的深浅 我们要判断 这个黄鳝是呆在里边的 还是已经逃走了 什么时候来过什么时候走的 有经验的朋友都能判断出来 这个太厉害了 黄鳝吃什么你知道吗 黄鳝不知道 那要求可高了 人家吃蚯蚓 这蚯蚓还分红蚯蚓和绿蚯蚓 那都喜欢吃吗 那得看心情了 好吧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发明项目 究竟与黄鳝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油炸 滑炒 酱包 一道的黄鳝大餐 冲击着食客们的未来 黄鳝作为一种膳食 不仅吃起来极为美味 其体内富含的营养 对人体也可以起到保健保养的作用 黄鳝一年四季均产 但以小鼠前后者最为肥美 民间就有小鼠黄鳝塞人参的说法 阿姨你好 这边是黄鳝咋卖的呀 你看 黄鳝大的是38 这个是37 哪个小一点是36 这价位都不一样 小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为什么价位都不同呀 因为那个大小 因为那个家庭也不同 不同是吧 这个是算大的 这个好意思 就是这个好一点是不是 大一点 它这么重的 哦 这样这样 那我想买黄鳝的话 我怎么去挑呀 怎么挑出来那个质量会好一点 看你怎么吃饭呗 看你自己在生日着 怎么做 哎 怎么做 我想煲汤 要小一点 要小一点的是吧 哎 烧汤 嗯 那假如说来了客人 我给他来个那个爆炒黄鳝呢 爆炒黄鳝呢 它虚弄的也大一点 大一点 大的 大成的比较好 这种的 哎 这个大 这个大是吧 这个大 哦 这种的 哎 要做什么的 这种的 这样炒出来是不是好看 哎 炒出来好看 挺好看的 假如说我要养的话 养成这么大 就是您刚才给我滴溜出来那个 养成那么大的话 具体就得养多久呀 那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你要什么许师傅 许师傅 许师傅是谁啊 许师傅它是压黄鳝饭 哎 你是从他们那儿买的吗 来 我就是从他们那儿买的 哦 阿姨告诉我们 价格高的黄鳝 往往个头偏大 这样的黄鳝 不仅品相完好 而且肉质鲜美 吃起来也过瘾 那么如何才能养出 大个头的黄鳝呢 水产市场的阿姨 给我们介绍了一位 当地养黄鳝 小有名气的许师傅 许师傅可是个养殖黄鳝的行家 多年的养殖经验 让他对黄鳝的奇性 了如指掌 我看您这么大一片地儿 这年产量应该蛮高的 这个年产量大概一个网香 能产到60斤黄鳝 60斤 一木铁大概能放到33个网香 产值来讲吧 按照现在行情 大概有7万块钱 7万块钱那还不错 但是不容易养 不容易 不用养 这个养黄鳝是很难养 具体是啥样 您能带我看一下吗 可以 我到河里去给你看一下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黄鳝大王都犯了难 记者在许师傅的带领下 走进水塘 一探究竟 这个我给你看一下 这里面的水草 这个水草呢 它羊上就细细在这个草上 就细在上面 很厚很厚的草 北草它又起到两个不用 一个是黄鳝细细在这个草上 还有一个呢 就是水草呢 就是清清水远 许师傅向我们介绍 黄鳝虽然属于一种鱼类 但与大多数鱼类不同 黄鳝耗尽 虽然也能在水中游动 但无法像鱼儿那样 长时间游动 否则就会出现体力透支 同时 黄鳝塞部也不发达 需要借助口腔 直接接触空气 才能呼吸 所以许师傅的养殖方式 就是专门在池塘中 设置网箱 并在网箱内放入水草 这样黄鳝就可以依靠 水草的根系 省力地游到水面上 进行呼吸 虽然水草可以很好地解决 黄鳝呼吸的问题 但是肆意疯长的水草 却也是黄鳝的天敌 许师傅说 自己当年养黄鳝 就是看中了 它是一项收入可观的产业 但是没想到 黄鳝养起来 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水质的恶化 直接影响了黄鳝的生活环境 频繁地更换水草 又急易伤害黄鳝 造成更大的损失 那么有没有一个方式 可以帮助许师傅养殖黄鳝呢 发明人王中华 发明项目 黄鳝公寓 王中华是许师傅的老朋友了 和许师傅一样 也是个黄鳝迷 按他的话说 他的童年记忆 是和小伙伴们 在田间撒腿奔跑 在池塘边补黄鳝 回家后好让母亲 做一盘美味的黄鳝 所以每当王中华看到黄鳝 总能想念其母亲 想念其属于自己的童年记忆 长大后 王中华离开农村 当过兵 当过工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了解到了黄鳝养殖 于是 王中华放弃了原本的工作 在家乡 苏州市 张家港市 经营起黄鳝养殖来 这一干 就是二十多年 因为有在工厂工作的经历 王中华一直渴望 研发一套完整 养殖黄鳝的设备 来解决传统养殖黄鳝的缺点 那么这套设备 真的能解决 传统养殖的难题吗 您说的是这个吗 对 您那个黄鳝公寓 对 这个看着还挺大的 因为就是 因为我想黄鳝养殖一顶 灭到风高一顶 所以可能很大 这个挺大 它这是怎么造的 怎么还分为两层呢 分为两层 就是原来从水草养殖的话 就是黄鳝在水草更新 更新里面那个气息的 但是我们为了改善水质 我就用这个黑膜 铺上黑膜 就是黄鳝怕光的 起因怕光 我中了黑膜的话 黄鳝就在这个黑的下面 它就适合它的一个生活环境了 下面一层是那个渔网 渔网就是作为它气息的成熟 王中华发明的黄鳝公寓 采用钢筋框架结构 将黄鳝公寓一分为二 上层倾斜铺设若干黑膜 遮挡阳光 替代传统养殖中 水草遮阳的墓地 来满足黄鳝 喜阴怕光的特性 黑膜下方平铺两层渔网 替代水草下方的根系 为黄鳝提供可以栖息的地方 黄鳝公寓替代了 传统养殖黄鳝时 种植水草的方式 在不种一颗水草的情况下 让黄鳝在其中生长 没有了水草有什么好处呢 没有了水草主要是水则容易 就是说种水草的话 水则的新陈代谢 老的水草根系叶子容易腐烂 腐烂的话就容易造成水则 变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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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嘛 王忠华对自己的黄鳝公寓 现奸满满 但一旁的许师傅却若有所思 我估计我跑到一种怀疑太多 这黄鳝停在那里 它停在那个地方 因为黄鳝它要沉下去的 它不会游泳的呀 你这样我感觉不行 对于许师傅的疑虑 王忠华决定做一个测试 首先 王忠华与许师傅 分别将一定数量的黄鳝 倒进装有黄鳝公寓 和传统水草养殖的玻璃展示箱中 黄鳝下水了 许师傅水箱中的黄鳝一入水 很快就钻入了茂密的水草中 看来 他们又回到了最熟悉的地方了 而另一边 倒入王忠华水箱中的黄鳝 却一直缩在水箱的角落里 对黄鳝公寓持观望态度 大概过了一会儿 才有黄鳝很谨慎地游进黄鳝公寓里 试探性地游了几圈 感觉还不错 其他小伙伴们也都慢慢游了进来 看来黄鳝对于自己的新家也很满意 同样的水质 同样的喂食 同样的温度 两个水箱里的黄鳝 会出现不同的命运转折吗 我们只能用时间来检验了 现在五天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师傅 他们的黄鳝的情况 还有他们水质变化 首先从黄鳝的活动情况来看 许师傅这边还挺活泼的 还是依旧挺活泼 王师傅这边也挺好 也跟之前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咱们再来测一下水质吧 五天后 两个水箱中的黄鳝依然生龙活虎 通过水质测试 两边水箱的水质也基本一致 看来王中华的黄鳝公寓 丝毫不比传统养殖的差 这也让王中华对自己给黄鳝造的公寓 更加信心满满了 第十天到了 我们发现 黄鳝公寓里的黄鳝 竟然出现了死亡的情况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水质发生了变化 经过测试 黄鳝公寓中的水质 明显优于水草香 可王中华怎么也没想到 明明水质更好的黄鳝公寓 却出现了大量黄鳝死亡的情况 老朋友的预言都应验 黄鳝根本没办法在黄鳝公寓里生存 可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通过观察黄鳝的尸体 黄鳝公寓中华似乎找到了些答案 黄鳝没有冻可以转来 不像鱼也没有鱼炮 它可以吸气之后 它可以在水滴面上 任何一个层面 它可以游上来 对 黄鳝它没有鱼炮 没有这个鱼炮的话 它上来呼吸就很困难 必须要有衣服 但是我没有搞这个 就是没有给它搞动静 对 它好像没法 没有往上游的那种衣服的东西 对 没有衣服的东西 所以说它就是说 这样容易黄鳝就生病了 闷死了 老王 你这个要搞搞好了 搞不好 我就看住这不想看 仔细对比观察黄鳝公寓 和传统水草养殖的黄鳝 我们发现 水草养殖的黄鳝 可以很轻松地依靠水草 游到水面进行呼吸 而黄鳝公寓中的黄鳝 却需要花费很多的体力 才能游到水面 别小看这几十厘米的距离 对于本身不善游泳的黄鳝来说 简直是一场噩梦 虽说找到了问题所在 但究竟如何改进 才能设计出完美的黄鳝公寓呢 王中华决定 约上儿时的伙伴 到池塘边去吊黄鳝 回到原点去寻找 黄鳝公寓的设计思路 一条 两条 三条 儿时积累的经验 让王中华和朋友们 能够迅速地找到黄鳝苍生之处 我游得很圆 而且水很轻 土上的水很轻 所以我肯定知道它成熟黄鳝 因为肯定能肯出来 因为这黄鳝它也喜欢什么的阳光 那么环境好的地方 你看这个环境多好 对 这儿挺美的 挺美 水很轻 黄鳝它最怕水也是个脏 有污人的东西 它就马上会死掉 您这都钓上来了 这么条黄鳝 摸起来好滑 对 您这这短时间就能钓上来 可以 对 把它放在洞里面 行 我找个框 来 放到这里面来 厉害 还挺大的 咋这么厉害 又一条 又一条 可以可以可以 嘴 它嘴嘴嘴 小心嘴嘴嘴 这个嘴还老得 够得挺老的 你们都好厉害 一个都掉上来了 就差我了 这里多 你掉 我也在这儿掉再试试 您刚才是掉哪一个洞 那里那个洞 那个洞 那个洞应该也有 那我再试试 一根铁钩 一条蚯蚓 老师傅们钓起扇鱼来 是一钩一个准 可等到记者上手 这黄鳝却认起了声 坚决不上钩 这可难坏了记者 好在老师傅们收获颇风 这趟钓黄鳝也没算白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我们这换了一个地 刚换一个地钓的 多不多 哇塞 这师傅差不多得有个十条了吧 嗯 这不少 这得几斤了 我不知道 我今天还挺沉的 我觉得可以收工了 正当大家准备收工回家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王中华的老朋友 你们在钓黄鳝 我们在钓黄鳝 师傅 这是拿的啥呀 下冷气 它这个是补黄鳝的笼子 补黄鳝的笼子 我们是钓黄鳝 它是补黄鳝 出不去 这是专门放右耳的 右耳的把它塞进去 塞进去 黄鳝是从这里进去 进去以后 它这里也是这样的 两头 倒头 倒住的 从黄鳝从进去以后 到这里再回到这里 回到这里以后呢 它就是黄鳝就留在这里了 大家都跟着补膳人再次来到河边 只见补膳人做好诱饵 将补膳龙平铺放进水塘中 整个过程娴熟有序 大家都在议论补膳人下网的时候 王中华却陷入了沉思 老姐 能不能给一个笼子给我 笼子 你要它干嘛 这个你不要管 我也得用场 行吧 这个笼子还舍不得 给一个给我 那老王给你一个吧 谢谢啊 王中华 您说 您要个笼子干啥回去 你别管 让我想好 好好地想一想 搞得这么神秘 到时候 可能能派上大用场了 王中华拎着 从别人手里要来的补膳龙 往家走 他要改进的黄鳝公寓 和手中拿着的补膳龙 又有多大关系呢 就在王中华 信心满满地回到家 打算重新设计黄鳝公寓时 有人开始对他的黄鳝公寓 产生了质疑 司机你回来了 有没有吃饭了 吃饭了 吃饭了 我穿你现在黄鳝 你不要养他 为什么你已经失败了一次 你在这个时候失败了 你这个家庭 我做几些题 我心里真的想着 就要睡不着 我会想多的 你们不要 各个人都为我操心 你不要养黄鳝了 因为这我也考虑你一个家庭 有老婆有孩子 如果是你一个家庭 你失败了以后 你说我怎么办 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失败的 你不失败你怎么会成功 如果我们现在放弃的话 那前面我们走了 花了这么大的代价 这么长的时间 那全部就放弃了 就失败了 所以这个事情 我肯定要做下去的 不会失败的 肯定会成功的 其实姐姐说的话 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这些年 王中华放弃了养殖黄鳝的正业 反而搞起了研发黄鳝公寓 经济上一直在无休止的投资 而没有看到丝毫的回报 出于对弟弟的关爱 让他不忍心看到一锅天命的王中华 再次陷入失败 姐姐的担心成了王中华的动力 他将捕扇龙的工作原理 与野生黄鳝的习性相结合 经过几个月努力 王中华终于设计出了一个 全新的黄鳝公寓 他迫不及待地找来许师傅 那么这一次的黄鳝公寓 能成功吗 这一次你就做这个蒜草啊 对 就是这个黄鳝公寓嘛 这个蒜草跟上次它是两样的 对 差别还挺大的看着 对 你给我介绍一下呢 我们捕黄鳝的捕龙 黄鳝龙 您那个灵感是来自那 灵感来自那里 从那比我显出来的 对吧 就是黄鳝它喜欢转动嘛 我就是说它在下面的话 它可以转到洞里 因为我们上一次上一代就是说 不是黄鳝透气不方便嘛 这个被死了很多黄鳝对吧 这样的话我现在你看 它都在这个上面透气了 黄鳝它的头可以生出来 又可以出来吃东西 又可以出来透气嘛 透气之后可以回到自己的 那个下面去休息嘛 哦 两边都可以动 对 两边都可以动 它这样上下都很方便的 那么这个以捕鳝龙为原型 设计出的黄鳝公寓 能够得到许师傅的认可吗 还是不理想 不如您觉得那个传统的 不如我那个传统的样子 嗯 我不知道你在这个信心怎么样 反正就是你如果是搞得好的话 可以 搞得不好的话我懶得烦 你要叫我过来看一次看一次 看一次嘛 我知道你那个肯定就是说 你现在那种方式不行了 你也要开始要創新 創新 創新 问题是能不能成功的 如果是怕耽误时间 来来回回跑是吧 嗯 那那您要不要 你们两位再试一下 可以啊 我们可以 我不怕 你试一下 我再试一下 你冲毛病 那我还是传统养殖好 这次 双方依旧约定 以20天为期限 分别观察新一代黄鳝公寓 和传统水草养殖展示相中 水质的变化 及黄鳝在其中生活的状况 它这个水质是不为别的 我估计啊 我们这个水质 我们这个水质 可能是要那个草烂下去啊 我说什么 咱过几天再看看 但是要看结果 看结果 看结果 最好就是看结果 好对咱们五天之后 看看结果到底如何好不好 对啊 行行咱们等等再看 咱们先撤吧 五天后 我们再次来到 王中华的养殖基地 可结果 却出乎意料 王师傅您这这是咋回事 您看它都飘着呀 好多死掉的 越死掉 越死掉 咋回事 咋回事 也说不清楚 也说不清楚 可能还是有问题吧 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 徐师傅这边还挺好的活的 对 底下游得都挺欢的 对 它全头的养殖 倒还没有出问题 没有出问题 看这水草在上面 它下面都挺好 您这和您这查局的明显 您说 你好 师傅来了 我看看我的黄瓜 您好 您好 师傅您 您这活得还挺好的 看着 还不错了吧 下面都游得挺欢的 可能我的氨蛋 可能要高了一点 一会咱测测吧 我这个水里的氨蛋 可能要高了一点 我看看你的呢 它这个出了点问题 你的黄瓜怎么死了这么多 出了点问题 出了点问题 好像还不如上一次来 别搞错 原本满怀信心的王中华 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次的测试 黄扇公寓的效果更差 仅仅五天 黄扇就死了很多 而且死相异常恐怖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水质挺好的 这水质吗 没问题啊 但是你看这死这么多 怎么得找出的原因啊 你看我看到那边都挤一起 对 对 这走的话 这个还是没有掌握它的血信 所以我们这个黄扇公寓 还有问题 还有问题 你看 它有的都没有 有的都专门 都挤在一起 对 都传到一起 传到一起 这边还空着 这边还空着 它都在一起 这样的话 黄扇它身上的粘液 就互相摩擦掉了 粘液脱掉了 脱掉了黄扇 粘液就是说 黄扇的它是保护好黄扇的 如果粘液脱掉它黄扇就活不了了 你也认为这个是个粘液的问题 粘液肯定是粘液脱掉了 粘液因为它是多糖酸 多糖酸它是细菌培养剂 如果粘液脱好了 就黄扇就要死了 就逼死无疑了 对 那它这个 我看到还刚才有一条是在这儿 它这个都断掉了 对 断掉是被咬伤的还是 对 咬伤的有的 它起在一起 它要自相残杀 自相残杀 就给导致死掉了 对 这一次的黄扇公寓 虽然遵循了黄扇生活的习性 却忽略了它单独学区的特点 由于黄扇公寓的管体设计的比较粗 大量黄扇集在其中相互挤压摩擦 就造成了黄扇体表粘液脱落 而且一只单独学区的黄扇 聚在一起容易发生打斗的情况 没有粘液保护的黄扇相互打斗撕咬 受伤的伤口引发细菌感染 并致于是黄扇死亡 这一次还没上次好 你这个就搞来搞去搞来搞去搞得一塌糊涂了 还不如我跟上次的 上次的比这一次还好一点 就是死了挺多 还是我常同样子好 如果这样的好 下次你不要叫我了 这个我肯定会改情的 肯定我会改情 我也没时间 我家里忙不得了 我走了 好吧 你如果搞得下次我也搞不清 你一定要搞好 搞不好 我们进一步从前研究一下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会失败呢 黄扇公寓 这个相当于是它的一个单尖 那自然界的黄扇 它一般是一条黄扇 它只有一个洞 那如果像是它这种 我们可以比喻是一个 没有画行车线的行车道 那这很多黄扇都进到行车道里 那它就会互相避免不了有刮蹭 刮蹭之后呢 黄扇它这个体表就会 可能会有一些伤 那就造成了它的这个黄扇 在养殖过程中 可能会有其他的意外 比较容易死亡 这一带的黄扇公寓呢 另外发现的现象 就是我们相同的 这种管道形成的很多单尖 有的黄扇 它会挤在这个单尖里 但是有的单尖 却一条黄扇都没有 这样的话 它就整体的这个利用率 会比较低 而且那它这个单位的这个空间里 这个黄扇密度过高 也更加容易刮层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它们 指一条路呢 那对 那我们最简单的建议就是 它可以把它这个单尖 不管它设成什么形状 那它这个单尖 至少可以窄一点 细一点 那这样就可以避免它 互相刮层的这种情况 另外呢 我们还也可以建议 它设计的这个形状 就像个迷宫了 那对 它毕竟没有门嘛 那黄扇进来了 又有一只黄扇想进来 那它发现进错了 那它是退出去呢 它还可以从中间 直接就拐到 另外一间的这个单尖去 那希望能够带来好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我们的发明人 是不是通过这种方式 来改变结构呢 两次失败并没有令 王中华放弃改进黄扇公寓 他总结了前两次失败的经验 想要找到适合黄扇生活的环境 就必须要给他提供一个既独立 又能够似通巴达的生活空间 一次他看到家里丢弃不用的鸡蛋包装盒 并从中获得了灵感 黄扇能不能在类似的环境下生活呢 又是一段时间的努力研究 王中华终于做出了第三代黄扇公寓 这次他没有急于叫来许师傅 而是打算自己先测试下 为此他又进了一批黄扇苗 但早该送来的黄扇苗 却迟迟不见踪影 你今天也送黄扇了吗 是的 我今天就是来找你的 我弟弟每一滴生你们的黄扇没有成功 一桶一桶地倒在铁地 那你跟你是不是在 养亏了啦 再生下去他一个亲家人才啦 那不行呢 那我要找花扇的 没有用的 我说花扇少的 我弟弟我肯定我也跟他说啦 这个你不能找我啊 这个跟我没关系的 我师傅叫 王师傅叫我送来 我就送来 你就跟他提示吧 你跟他提示吧 我打电话 喂 王师傅 我就给你送下苗的 怎么回事啊 不让你进来 怎么不让你进来 十岁 是我姐姐 要的要的 我没有要的 不是我姐姐说的是做主的 是我要的没有 他怎么把你拦在外面了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我马上赶过来啊 没有急 好好好 我马上赶过来 快点你坐吧 你坐吧 不能坐的 王师傅回来了 快点 王师傅回来了 快点 王师傅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 你坐 你给王师傅 我喊你手都不收 不收 那又要赶王师傅了 你说不收就不收了 根本你给你样子 过了 你已经收到两次给你 你万有了 那是要赶王学 那个不管你们什么事的 那不管是 我一天天要走几几个 我一天天要喂的你 这个家人 一个幸福 你过两次过了 这样子又请家人才来 你几两次没有成功了 那不行 不行 可能我说皇师傅要收的 你不 你不 你不能走 你不 不是 你自己听啊 这个不管你什么事 你听啊 我可以 我是你姐姐 我一小点你点 都得 我是你姐姐 事都不收 事都不收 你如果说你这样的话 我不能你这个姐姐了 这样子 你把他赶回去了 他走了 王中华明白姐姐的良苦用心 可此时 王中华的心里 都是黄山公寓 他无法停下研发的脚步 无法割舍自己研究了大半辈子的黄山养殖 他现在唯一的目标 就是要让这一次的黄山公寓成功 转变姐姐的想法 为了继续做实验 他再次找到了他的老朋友 老婆 来 来 来 老婆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向你帮个忙 可以 帮个忙 因为我现在发明了一个黄山公寓 想借你的黄山和往下 再借一个往下 我来测试一下 究竟行不行 这个黄山能不能养成功 这个 我们几十年老朋友 没问题啊 你尽管吃 我这里都是黄山公寓 王师傅 我看您这一带的黄山公寓 跟之前做的那个 光这个外观上差距就很大 是的 我们现在这一带黄山公寓 跟上两次的完全不同了 嗯 因为我们现在是采用了 就是根据黄山的生活行性 对吧 我们采用了很多 就是说 这样的 A式型的凹槽 凹槽 对 A式型的凹槽 有两个凹槽走合起来 它就形成一个洞穴 形成一个洞穴 而且的话 它的现在这个体积又大了 嗯 这个洞穴又增加了 洞穴增加了 我们黄山就是放的量 就养着黄山的量 也相对增加 对 而且的话它上下 又可以活动 前后左右都可以活动的 还可以在里面自由穿梭 自由穿梭 对 完全就是在野生调节下的生活 调节是一样的 对 那咱们这里要是怎么测试呢 这个黄山公寓是 我们就是把黄 把公寓放在这个 网线里面 我们放上黄山 嗯 那么勾两天以后 我们放上第一儿 看黄山能不能上来吃 如果能吊上来的话 说明我们这个是可行的 就成功了 就成功了 王中华设计的第三代黄山公寓 根据黄山的生活习性 设计了直径3.5厘米的S型凹槽模板 将若干凹槽模板有序的组合拼接在一起后 就会形成许多类似洞穴的孔 方便黄山自由上下进出 将凹槽模板的中间区域掏空 就能让黄山在整个公寓中 上下左右自由穿梭 为了测试黄山公寓是否适合黄山养殖 吴师傅赶忙叫人将黄山公寓放入网箱 投放黄山 区别于第二代黄山公寓 对于新家 黄山丝毫没有陌生的感觉 顺着各路洞口就钻了进去 聪明点的黄山很快就熟悉了线路 没多久就钻到了上层 看来这一次的黄山公寓深得黄山们的心 那么三天后 他们还能这么自在吗 王师傅 您这发明的黄山公寓 要不您先给我们调一个视频 好吧 试试看 看怎么样 您这些已经是穿上了吗 对 这是棒的蚯蚓 你看 看到有黄山了 是个小点儿 对 这有一个 它是落头了 剩一小一点 不能精度 对 它开始吃了 它开始吃了 咬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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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 哇 这第一条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可以 可以厉害了 确实 确实 能拿下来吗 嗯 这已经第二 这是第一条 第一条 这个还是有效果的 效果肯定有 效果肯定有 咱再试试 看这次是巧合还怎么着 掉上来一条 可能是偶然 这还没一会儿的功夫 就已经有好几条黄山上钩了 很多黄山嗅到了食物的味道 都纷纷出动来觅食 哇 这有一条 这有一条 好 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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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啊 像这样 像这样 可以 你要吗 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 三个人就钓了将近十条黄山 就连之前从未钓上黄山的记者 也能轻松地钓到黄山 黄山公寓完美的表现 不仅赢得了老友的称赞 更让王中华有了信心 这一次他要让他的黄山公寓 彻底解决传统养殖的弊端 为此他再次联系了许师傅 喂 喂 许师傅 我这里又做了一个黄山公寓 这次做的肯定很成功的 我已经进过测试了 哎呀 你不要不相信嘛 三两次是有问题的 这一次真的成功了 真的成功了 我们已经测试过了 你还不相信 这样吧 许师傅 我们来一次比赛 好不好 我用我的这个黄山公寓 给你的养这方式 我们来一次比赛 比赛规定 双方以黄山公寓和传统养殖的方式 同时各养一网乡的黄山 并记录下初始重量 在到达指定收获日后 双方同时期望收获 待采收完成后 对收获的黄山进行称重 最终增重大 死亡率低的一方获胜 既然是比赛 双方都不敢掉以轻心 他们都在为了比赛 各自奋战 黄师傅您这准备的怎么样 我准备的差不多了 准备差不多了 对对 准备差不多 现在黄山的苗已经放进去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什么还没放呢 因为要做准备工作 要跟许师傅比赛比赛 比赛 您都是准备放多少 放四十斤一个项 四十斤 四十斤一个项 我记得您上次跟我说 您说是不种水草 今天怎么又把这个水草给种上了呢 是这样子的 许师傅比它全部传统的 全部种水草样子 它是就是说 它黄山的气息 主要是在水草的根部 而且还可以黄山遮羊的 我们用了黄山公寓之后呢 就是说黄山全部在公寓里面 它也见不到阳光 所以我们种的水草 主要是为了固食的 也就是它黄山的石台 也是它的食堂 就黄山就到那个 因为我们为了这个耳垂 它要飘来飘去 黄山刺舌不方便吧 我们就种一点点水草 一部分就是把这个舌稳定住 这样的话黄山刺舌就方便了 到时候方便吃东西 起这个作用的 明白了明白了 那您这边是投放了40斤 等到您希望的那个丰收值 丰收的时候能达到多少斤 希望者我 基本上我估计156斤是没有问题的 156斤是翻三四倍 对对三四倍是没有问题的 约定好的比赛日期到了 双方都在做着最后的准备 测试当天 许师傅会在网箱中 投放20斤黄山 而黄山公寓 因为分层式的结构 可以容纳更多的黄山 王中华大胆尝试 将在网箱中投放40斤黄山 在接下来四个月的时间里 双方一直都在精心呵护着 所谓比赛用的这两箱黄山 收获的日子到了 一场时光黄山公寓 能否替代传统养殖方式的对抗 就要在王中华和许师傅之间 一分伯仲了 今天这个日子 就是我们黄山收获的日子 现在王师傅和许师傅 已经站在我旁边了 问一下他们今天的心情怎么样 您觉得您这边胜算大不大 我肯定 我认为我胜算应该 胜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比较大 对 我肯定有把握 估计也肯定云 也能云 是吧 要试试看 那您 这是您的 这是我的宝贝儿子 宝贝儿子 给爸爸加油吧 肯定也加油 相信是吧 相信 好嘞 我刚才还听说 就是您这边用的 两方用的那个黄山的数量 是不一样的 您这边是40斤是吧 对 我们用的是40斤 为什么用40斤呢 因为我们是用的黄山公寓 既然是公寓 那么公寓里就住的人就都 对吧 那么我们黄山也放 总要也投的有多 投的多 所以用了40斤 所以我们投了40斤 明白这个意思了 那您这边是20斤听说 我们一般的放20斤 或者是25斤 为什么呢 这个传统养殖吧 总共是20斤到25斤差不多 就够了是吧 如果太多了嘛 你也知道这个网线 就这么大的空间 成不了 成不了 另外呢就是 它20到25斤呢 它对它生长 应该来讲是最好的 最有力的 因为这个比赛是有胜也有败的 所以说假如说您这方 失败了怎么办呢 如果我失败是命 我在养殖某死 这个黄山公寓还存在问题 还要重新研究改造 如果我一旦失败 我要向王师傅学习 就学习一下 因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总要按照 先进的技术去的吧 对对对 如果他先进我就跟他学 如果他不先进 我肯定不用给他学了 好了 现在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比赛 双方都加油好不好 我们比赛开始 加油 加油 双方都加油 比赛开始 双方立马都进入了状态 拿装备换语库 每个人都严正以待 只见许师傅和儿子 不慌不忙地 清理王乡中的水草 而王中华这里 王乡中的水 也已经被放出去了大半 这时 王中华的两个徒弟 倒进了蓄水池 这黄山公寓中的黄山 要如何收获呢 在抖动的作用下 黄山纷纷从公寓的空洞中 掉落到了网乡里 从没有人这样收获过黄山 王中华这边干得热火朝天 周围的邻居得知消息后 也跑过来围观 师傅您好 您这是专门在这看钓黄山的 是是是 反正我是第一次见的 您这会儿也是第一次来吗 也是 感到很惊奇的 很惊奇 反正您觉得这个钓黄山 和您之前有什么不同吗 区别大得很 大得很 您之前是啥样的 钓的 我很少的 很少 几次铺都铺得很少 它这个就像天上那个下雨一样的 下黄山 掉起来以后 花了花了花了 全部掉下来 对对 都收起来了 这个好多好多 我感到很奇怪了 比赛才开始没多久 王中华这边 已经在收获第二个 黄山公寓中的黄山了 王师傅 现在这黄山已经起来了 我看着量还挺多的下边 怎么样 现在是收获了 您的心情怎么样 心情很激动的 很激动 我知道我应该是成功了 成功了是吧 成功了 您觉得您跟那个 徐师傅那样比 您是比他收获得多 那肯定的 他传统的样子 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而徐师傅这边 他和儿子 也已经将水草清理完毕 正拿着竹竿 将往箱内的黄山 都集中到一边 这时 有黄山迫不及待地露出头了 下面的工作 就是要清理淤泥了 这是传统起收黄山中 最费时的一项工作 徐师傅 你进行到哪一步了 我在捞泥土 捞泥土 现在再把黄山捞起来 就在徐师傅这边 有条不紊地清理淤泥的时候 王中华这边 已经准备采收 最后一个黄山公寓里的黄山了 不行 下 眼看胜利在望 可这最后一个黄山公寓 就是提不起来 不行 这黄山都到这个里面了 起不动 太多了 就要起动机吧 原来 从前面几个黄山公寓中 掉落的黄山 都跑进了这个 一直没有被启收的公寓里 最后因为公寓太沉 只能靠起吊机来帮忙了 提不起来是吧 一斤也在那里面 拿去 然后勾上 好 出了 再来 快点 开始了 开始了 快点 停 黄山像雨点一样 落进了网箱里 眼看就要进行 最后的起捞了 出息有150斤吧 150斤 这么多了 而徐师傅这边 还在进行着清淤的工作 黄山公寓第一次收获 让王中华很是高兴 此时的他正拿着工具 一网一网地往外捞黄山 喂 掉出来了 没事 掉出来 太多了 太重了 起不起来 是不是那个黄山都跑一起了 还是怎么着 它里面太多了 你一起的话 你另外 而且我们这个也是 头一次起 它因为你起到时候 三个上槽都拉出来了 还有一个全部跑到 一个上槽里面去了 哦 都自己一起了 对 那你这个 都跑到这里面去了 我一个人拎不起来的 多少斤 你感觉得 多重要 至少有个 140斤或160斤吧 哦 好沉啊 对 外部都看你满头大汗 那拎不起了 这样子你怎么拎得起来 你要14050斤的话 你一个人怎么拎得起来 是的 是不是 用时 16分25秒 黄山公寓中的黄山 全部起收完毕 这次的大丰收 让王中华的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我看了两大乡 我也直接就震惊了 这么多 那您觉得 您这边跟许师傅那比较 你觉得 我那肯定比他 菜凉过得多了 是吧 你觉得你肯定胜了 我肯定有信心 他可能比不跟我们的 虽然速度不如 王中华那边快 但许师傅这边 也已经进行到 捞黄山的步骤了 最终 许师傅他们 用了37分38秒 将一个网箱中的黄山 起收完毕 现在的黄山 已经收获结束了 我们就再测一下 这个两边 黄山的这个重量 是如何的 再测两位 再来个给抬一下 先看一下 这个重量是多少 40公斤是吧 好嘞 把这箱先抬一下 我们再抬另一箱 看这一箱重量是多少 这一共还两箱 这个是44 44公斤 对 差不多44公斤 一共是80 84公斤是吧 对 这边的重量是25.6 经过称重 黄山公寓 养出的40斤黄山 经过四个月的生长 已经达到了168斤 而传统养殖出的黄山 从开始的20斤 涨到了51.2斤 通过对比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 王中华养殖的黄山 明显要比传统养殖的黄山 个头要大很多 现在这个无论是从质量 增重还是补膳的时间上 已经很明显了 是王师傅那边是获胜的 您这边怎么样 福气了吗 应该是佩服了 佩服了是吧 但是前几次不行 前几次 前第一次的鱼潮它也不行 那个黄山公寓 第二次的也不行 还是第三次的 这个黄山公寓不错的 不错了是吧 因为它这个黄山公寓 今后我也要向他学习 老王 学习 我们有一次我尽力这样 向我学习 我肯定要向你学习 好的 好 那现在我们就恭喜一下 我们的王师傅 这次比赛 王师傅是获胜的 获胜的 比赛的胜利 让王中华如是重负 不仅获得了老朋友的认可 也可以给姐姐一个交代 王中华发明的黄山公寓 经过三次改进 成功突破了 传统黄山养殖的模式 遵循了黄山的 生活习性和特点 通过若干凹槽模板 拼装在一起 形成的黄山公寓 可以为黄山提供几百个 类似洞穴的棋栖空间 而且洞穴中 仅能容纳下一条黄山 这也符合黄山 喜欢独居的特性 S型凹槽模板的设计 让黄山在其中 上下自由进出 将凹槽中间掏空 也给了黄山 在公寓中 左右自由穿梭的空间 该发明使用 S型的塑料板对质安装 制造出很多 可够黄山栖息的洞穴 避免互相之间的干扰 有利于生长 建议改善水循环系统 进一步保障 洞穴生长的环境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关注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和新浪微博 再一次感谢 我们今天的科学顾问 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 华为老师 也欢迎亲爱的朋友们 继续关注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节目再见 他看似一身软骨头 却有令人惊叹的力量 他看似一片薄布料 却能挡住烈日和暴雨 有了他 一辆笨重的汽车 像小船飘在水上 有了他 任世间山高路线 脚下却如履平地 敬请收看 外发明 生活巧创意 一